昨天来自家 装了几个灯 还有花 跟那个花场那天装不完 今天要过来帮他装一个电视 一个悬挂的电视 本来昨天要装的 但是装不完 太多了 因为我约了好几家 如果我要把他家的活全部干完的话 绝对要搞一天 但是我约了其他家伙 我就先撤了 先去把几家收完再做了 所以今天要跑来多一趟 昨天业主看了我帮他装了这两个灯 全部打了螺杆 啊 他非常的放心 今天呢 他准备把这个电视也让我给他打螺杆安装 我跟他说直接锁就行了 但是他真的很不放心 他这东西装上去就是一辈子的问题 等下掉下来那就不好看了 六十五寸呢 六十五寸呢 就简单了 非常的轻 基本上小米的电视都不会很难装 主要是轻 我们专家是跨就怕重 但一个人要抬过去啊 又要叫多几个人 那就有点难搞 这个六十五寸的架子都很简单 这个架子 我们也说先买的话最多是十几块钱 先把它锁上去 之前呢 锁这个架子 我是喜欢把电视放倒下来 放到一个纸箱上面锁 很多网友说这件不安全 会把这个瓶搞化 所以我现在就在站着来锁 现在就准备把他这个电视尺寸连出来 因为他这个是六十五寸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装那么高了 如果是五十五的话 就稍微装高一点 这开孔器呢 是二十五的 我套筒做的是二十二左右吧 所以就是说 刚好 获得了我这个套筒就行 我也没有太注意他这个背景板是什么板 所以一上来就直接开孔 这是什么盘来的 我也不记得 这个板好像不是不是那种 刚刚我还以为是那个 这个瓶砖或者是大理石砖的 结果他是那种胶板 那个负钱嘛 我现在用另外一种状态 他现在之前没有开一个 孔位流线下来 然后他现在让我给他 看你这里能不能开个孔 把箱子那里穿下来 他这个装头不知道就不见得了 下面的话是用木板封住的 刚刚老师傅他给了我一个开孔器 因为我没有 这么刚刚好的开孔器 我的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然后他这个大一点又不行 你看 刚刚好他可以 你把这个孔开出来 那等下这个插头就可以从这里下来了 欢迎把木工装 刚刚看都没看 就想用那个玻璃开孔器给他开 结果是这种版的 那我现在用木工装来装就可以了 还更简单一点 中间这边我是偏左边 然后开一个孔 等一下这个插头就可以从这里下去了 我现在装出来的尺寸呢 是电视离他这个背景前的底部是20公分 总体电视离地是73公分 其实这个有木板的 我之前跟他建议过 锁的设计器啊 这电视并不是很壮 但是夜走他不可 因为他说 怕他成真不了 但是一定要打楼杆 都花个几百块钱都没关系 其实有些人呢 他是非常注重这个安全细节的 他花多一点钱 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以后住的放心 他里面这个应该还是那种亲自砖的 不过他这个距离不是很远 亲自砖也没有关系 大概才8公分左右 现在这个装法呢 是跟我装原版的装法是一模一样的流程 也是给他打楼杆进去 再在他这个楼杆这里套一个 胶垫 你看我现在是模拟一下 我们这个干挂瓷状 或者是干挂大理石的装法 他虽然说不是瓷状 但是我现在装法呢 跟这种 干挂原版是一样的装法 我们看一下怎么装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厚度 厚度是多少公分 他的厚度 他厚度太厚的话 那么我们要塞两个电圈 因为我们这个螺丝锁进去的时候 不能不能在他的中间 又在他的里面 然后我们放电片的时候 就尽量突出墙几毫米这样啊 我们的螺丝一锁进去 是吧 他就越紧 这个胶垫他就起到的作用就越大 就算你这个胶垫突出来啊 半公分也没有关系 你就直接把这个 啊 电视架给他锁紧 压进去就行了 压到跟他的眼板平 那么就可以了 我们很多师傅呢 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出来干的 那么你装电视的时候 你最好 啊 业主在场的话 叫他搭一把手给你 抬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好操作一点 一个人也可以装 就是说 比较麻烦 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背后 那个挂钩在哪里 现在电视装好 离地是73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的电视中心点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坐在沙发这里 眼睛平视过去 在哪个地方啊 就是这里的 你看我现在平视的地方就是在 115左右 那么我给他装的这个电视高度中心就是在115 总体来说 你电视越小 你的离地高度他就越高 你的电视越大 你的离地高度就越小 电视挂好了之后 还有两个安全锁的螺丝 我们也要记得给他 锁上去 因为这两个螺丝锁了之后 小孩子他就算去动他 他也不会说跑出来 你看我现在两只手抬 他都抬不出来的 非常稳的 再用拳尺给大家测试一下 两边的距离是否是同一个水平线 基本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电视就算装好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整体效果 这个电视啊 65吨 先对来说还是小了点 75就差不多